我有做过一个一岁半的小孩子 他一岁半从楼梯跌下来跌上脑 现在三岁大哦 现在三岁大 可是哦 是一个吃物人 我去看他 他就是眼睛这样 嘎嘎嘎 嘎嘎 手不动的 我手这样他也没有反应的 头头里的一个吃物人 每个星期去医院 每个星期去医院做物理治疗也帮不到的 可是我跟你讲他吃了一个星期 他的手会这样开 转身一点点他妈妈讲还不够力 可是他吃了一个月 有一天我跟Uncle Leung去他的家要拜访他 在屋子外面听到一个小孩子 在笑着kitty声很大声的 我就问Uncle Leung 不要跟我讲是那个孩子 不可能啊 别的孩子 进去就是那个小孩子哦 那个婆婆抱住他 就叫他两个手下 拿起来一枝 以后笑到很大声的 我们看的那时候啊 这个你们叫《起到晚》啊 因为太神奇了 我自己也不能够接受的你知道吗 结果我被骂 我跑去 哇 怎么好到这样 不要好不要亂讲 赶快到去房间 因为老人家班大 所以你讲到 救到一个这样的小孩子 是不是功德无量 不然的话 他可能就是昏睡到他跑为止 可是还有一件事情 正感人 你看我要讲到 我这边就麻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妈妈 在他吃了两个月的时候 跟我去吃午餐 一吃到一半 眼睛拔下来在那边哭 我就问他 修祝你到底做什么 然后他情绪稳定下来 这样人们 我这辈子真的不知道 怎样感谢你 我的儿子现在每天晚上 要跟我讲话讲得很累 我虽然说很累 可是我不介意我很快乐 为什么呢 意思说我儿子在昏睡的时候 他头脑是祸的 所以他每次听我们 跟他讲话讲话讲话 他都瘸了 可是他不能够讲话 你讲他会痛苦吗 这个小孩子 所以传这个哦 你往往就会得到 这样的内心的喜悦